这战的 这是魏锐的是第一轮比赛 因为伤病他的第一轮的比赛往后延了 而王鹏飞呢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输给了贾奥奇 对 但虽然他比赛输了 但是我觉得他表现出来 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比赛开始 红方选手就是魏锐 蓝方选手大飞王鹏飞 是 漂亮 漂亮 上来感觉魏锐确实是感觉还可以 动作比较多 大飞略鞋呢 稍微的慢了一些 这个节奏 还是要把节奏提起来 魏锐他就是一个 控场型的选手 强大的控场的动作 比较细腻 我们全民朋友给他 有很多的绰号 腰刀啊什么各种 但是他自己都觉得说 代表不了他 代表不了他 就很多的不同的侧面 是 大飞还是要动起来 不能等待对方来进攻自己 因为魏锐确实他启动的速度和这种灵活性太强了 所以你要想防守对方的进攻 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进攻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王鹏飞虽然输了 但是也给贾奥奇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压力 尤其是比赛结束之后 全民朋友都觉得说 所以这个贾奥奇没有 没有让大家看到拥有的那种场面 其实大家也有跟我反应的那场比赛 如果能判平局的话 可能大飞就有希望 这是大家更希望看到的一种局面 大家就是对于大飞的这种期待值更高一些 那么对于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大飞机会来了 如果能够把魏锐掌落马下的话 也能够充分证明自己 其实有这种冠军的这种气质 两位是同门师兄弟 又是老乡来自河南周口路 其实这个组当中的四位选手 有三位都是来自这个周口路 可见这个地方就是出冠军了 对 走口真的是出人才 所以这个魏锐能够感觉到比较的放松 今天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所让我担心的就是 魏锐长时间没有比赛的话 这个他的这种心肺功能或者说他的体能能不能支撑自己 高强度进攻的这种这种节奏 而王鹏飞是去年刚刚拿到了65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而且在年底的时候又未免了一次和刘晓明五回合的比赛 也是未免成功了 所以他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是 所以这是他的优势 从这一点来说的话 对 王鹏飞有一些优势 而且我再听也说了 就是王鹏飞 他的力量和身体上的优势 可能也是他的这个 这个更大的一些优势吧 这个河洲 10秒时间过得很快 因为魏锐一直是在63这个级别 而大飞呢一直打的是65这个级别 可以感觉到魏锐打得比较放松 对 动作确实很多 相对于王鹏飞来说 打得稍微有一些些少手 稍微有一些进入状态稍微慢一些 我们还希望这场比赛应该是 对攻的大战 好第二回合的别赞 大飞要想获得胜利还是要积极做东西 还是要向前压制对方 不能不能不能被对方这种节奏带乱了 因为这个魏锐的节奏 节奏感是比较好的 而且魏锐有一个特别可怕的地方 就在于他特别擅长于打乱对方的节奏 对 而且他能够预判 预判对方要出什么招 然后他去破解 我觉得这是他的优势 两个人现在防守都没有问题 没有太大问题 好连续的进攻 所以在单个动作上面 两个人其实都有预判对方这种动作 这个路线和能力 对 所以我觉得就要想打开这个局面的话 还是要二次进攻 或者连续性的进攻 组合性的进攻 才会取得一些效果 如果多把重心放在单个动作上的话 很难打开这个局面 其实很多全民朋友想看到的是一场火花四箭 这种激烈的碰撞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还稍微差那么别意思 就是参加这个王者战争夺的这个比赛我觉得很难 因为呢都是高手 大家更多的是比拼的是这种心理上技术上的一种比赛 是 同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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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进行稍微有一些被动 这两个人真是有故事 这个昔日的诗歌 而且魏锐对王鹏飞的帮助也非常的多 现在两个人同台竞技 这可是一个小弟跟大哥之间的较量 到底是大哥还是大哥还是小弟已经成为大哥了吗 因为早在2015年 魏锐就拿到了WIF63公斤级的世界功夫王者 而且在2017年他又获得了日本K162.5公斤级的金腰带 他是中国获得日本K1金腰带的第一人 而大飞王鹏飞呢他属于这个大气晚成 他在去年2019年才拿到了WIF65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是两个人其实都是这个世界冠军级的级别的这样子 好不能估计 双手的孤颈是这个大飞现在对方是不允许的 大飞现在明显的节奏已经被对方带乱了 还是要激进一些 对其实作为这个擂台上的老将 就是这种犯规的动作 其实大飞身上是不应该出现的 对 可见这个心理上有着急了 好还有10秒 精彩的比赛总是播得很快 是的 动作好像已经变形了 这个时候这个是重心丢了 这回合当中明显的能够感觉到魏锐的这个技术动作更细腻一些节奏更快一些 王鹏飞想打破这个魏锐的节奏还得要更积极一些更主动一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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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三回合较量 对 对 对 pick 对 他都be 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一点灵对还是有点灵对 好的 反击 出 好的 侯志泉有命中 好的 就是这样 一直在压对方 对 就在极短的距离内 做好防守就可以 不要给对方更多的距离 但作为位置来说 也不能放松 好 现在房门飞开始压制对方 优势略显了这么一点点了 现在还要把这种优势扩大 继续扩大 这个时候 魏睿感觉到是不是体能稍微有一些下降了 好的 大飞现在还要积极 更积极一些 好的 和平民动了 大飞在第三回合的到现在为止 还是表现得不错的 对 这是大飞的优势 就是我是上一个级别的 那你要升上来 那么我肯定在力量上有优势 是 所以我要去加制 因为在称重的时候 见到魏睿就觉得他的状态很好 然后魏睿说 因为我本身就不用怎么降 平时的体重就没有那么大 所以现在魏睿感觉到 体能可能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就到了一个极限了 对 我们从他这个 他的他的呼吸 他的身体状态 这种感觉来说 反应出来的这种状态 真的是每一秒都很关键 对 两位都不能够放松 哎呦 这个直接的提醒有命中 高水平的运动员的比赛 一刻都不能放松 一秒都不能放松 对 快点速度 好大飞这种 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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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轮的比赛中间出现的问题 在这一回 在这一轮当中 又有显现 要显现了 对 还是要持续的给对方压力 哎 这个变相非常漂亮 十秒啊 我用一下 你们的运动员 那魏魏也不是白给的 对 哇 还有十秒了 还有十秒 哎呦 哎呦 变现 哇 好的 很难 看出谁更优势更大一些 对 可能胜负就在一局半局的这种 这种情况下吧 我觉得 对 因为两个人极度的了解 对 太了解 太了解 在一起训练了很长时间 所以相互的了解 真的是特别了解 今天打比赛也是这样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二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比赛结果 红方上 祝贺魏睿 谢谢蓬佩 有请 二十九 二十五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八